我這一次到了日本東京呢 又買到了些什麼樣不同的美妝品呢 首先這一個隱藏版這個隱藏版的粉底 我告訴你這個粉底遮瑕力超好超好的 它其實是Cosme Deco就是戴科這個品牌裡面出的 但它平常一般的時候是不會陳列在貨價上面 也就是說你到這個百貨公司的專櫃上去找戴科 你不見得會看到這個粉底 你可能要跟它講 Maki Expert 它的Maki Expert Maki Expert 就是專業 因為它這個系列其實是給專業的人士所使用的 據說呢日本的水上芭蕾舞的代表隊 國家代表隊用的就是這個系列的粉底 因為它本身的防水遮瑕力非常好 它的持久力非常好 所以如果你在找一款遮瑕力很好的粉底的話 你看喔 利用它這塊海綿 它這塊海綿也是他們家的 通常你在買他們家的粉底的時候 它都會建議你利用這個海綿 你看 你看 我原本的手的皮膚的狀況 跟只有薄薄的上完這個粉底之後 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 那你一定會有這個疑問 就是說它這麼厚 會不會一上就覺得很厚重 這個品牌其實也很很特別的是 它有一支這一個 這支是它的妝前乳 這一支妝前乳 它是專門 拿來調和它的粉底的 所以呢 你可以把粉底 沾取一點點 然後呢 跟這個妝前乳 混合 你看 像我這樣子 我剛才沾了一點點的粉底 然後跟妝前乳 放在一起 這個時候 它就會有點像勢底乳 像你的那種很薄很薄的 CC霜的感 質感 我這次也找到兩個 在排行榜上面的遮瑕產品 一個呢 是這一個 這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了 就是 這個 專門做遮瑕的來 是Shadow的 很古老的 但這個 能夠買到的點 也不多 你要多找一些 譬如說 一些比較 比較 傳統的 比較大型的這種 藥妝店裡面 才會賣 那它強調的就是 遮瑕力 這個就是強調的遮瑕力 可是呢 這個跟剛才這個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它的 它的厚薄的調整 程度 比較好 Market expert的調整 厚薄的調整 厚薄調整程度會比較好 還有一個是 最近在日本也很紅的 就是它 Choco Choco Choco其實是 一個專門為 芭蕾舞者 所設計的彩妝品 那麼 它最有名的呢 其實是 它的蜜粉 它的蜜粉 強調的是 粉末的細緻度 然後呢 即使在 HD的畫質下面 都不會看到 你傷過蜜粉 然後呢 它還有 不同的膚色 可以選擇 但是呢 我通常都會選擇 就是透明的 這樣的話 不管是什麼樣的膚色 都可以用 這個 Choco 最近在日本很紅 你看 它 它呢 不是臉部用的 它是 身體用的 香香蜜粉 它本身 你看 白色透明的粉末 其實裡面是香粉 然後呢 附上一個大大的粉撲 所以在用的時候 好使不得用喔 會把天使給破壞掉 就是 輕輕地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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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日本女生很希望 很喜歡自己的皮膚 摸起來 像滑滑的粉粉的 永遠都像剛剛 上完爽身粉的感覺 好 再下來 一樣是粉的系列 就是他們了 三粒歐的蜜粉 每一個三粒歐的角色 都轉換在蜜粉的粉撲上面 我想 大家如果有看我的 FB粉絲團上面 我們已經透過他們的照片了 所以在這裡呢 其實 你當然不用一次買這麼多 只是 三粒歐的 每一個主角 他們會 呈現不一樣的角色 在這個粉撲上面 然後 再來呢 是 這一個 這一個 這隻CC霜 這隻CC霜 在這個 日本的藥妝排行上面 賣得非常好 我 我在兩三個不同的通路 都看到它排名在 1300或是第一名 這個是它的原始的版本 這是它原始的版本 但是呢 我這次買到了這個 全新的版本 全新的版本 你會看到它的這個包裝下方 其實不太一樣 最簡單的 其實 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 新的這個CC霜裡面 它加進去了 這種 粉紅色的 彩虹般的光澤 所以呢 它會讓你上完了之後 你的皮膚馬上就會有一層 白裡透紅的感覺 粉嫩粉嫩的 就不會有那種 死白的現象產生 你看 我們把它擠出來 它的質地很像 慕斯蛋糕的慕斯的質地 有點像那種 那種 栗子蛋糕裡面的 那一層慕斯的感覺 如果說 你真的很容易出油的話 只要再壓一點點蜜粉 就可以了 這是我這一次發現的這個 CC霜 有淡淡的粉紅光的 CC霜 很自然 然後再來就是 我每一次到日本去喔 我都會去看一下這個品牌 雖然說這個品牌 在台灣也有 但是呢 我到日本去跑 還是會看 因為我覺得它是這種 少女彩妝的 第一把膠蜜 就是這一支 來自KMAC的唇部遮瑕膏 所以如果你有那種 唇色比較深的困擾的 就可以買這一支 CADMAC的唇部遮瑕膏 這一個 這個 它是整瓶的金鑽亮粉 像如果你在畫那個 淚水妝啦 或者是臥蠶妝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點在你的 黑眼珠的下方一點點 呃 他們家的這個 膏狀的 唇甲彩也很好 顏色很漂亮 它很多的顏色 這個唇甲彩很好用 還有我這一次啊 還買到了這個 好美好可愛的腮紅喔 你看 你看 它有好多不同的顏色 你看 它很多不同的顏色 然後再來就是 最近在日本賣很好的 就是這個牌子的睫毛膏 這個牌子的睫毛膏 就是它強調的就是 你看喔 它強調的就是 可以幫助你的睫毛 達到 嗯 當然就是基本的這種防水啊 抗暈染 它的效果都很好 但是它最重要的是 日本女生現在很流行的是 那種根根分明像很自然的 增長型的睫毛 它可以幫助你達到這個效果 然後再來就是 它可以就是很細緻的延長 你每一根睫毛的長度 然後再來是這個 這個就是濃密型的 這個是它的濃密型 可以刷出 他們說是洋娃娃般 夾睫毛的這種 濃密型的效果 還有還有 跟睫毛有關的就是 它 它是什麼呢 先把這邊打開 然後把這個壓下去 它是 燙睫毛器 這個是 在 日本它是一個 跟一個 髮型彩妝師 呃 聯名的一個 這個 燙睫毛器 然後它強調的是 最符合你的需求 跟你的人體工學 它打開之後 它自動就會加熱 然後呢 你看它這個弧度 放在睫毛上面 很剛好 然後更重要的是啊 它前面有一個 兩根的地方 它是幫你做局部的 局部的加強 它是幫你做局部的加強 然後它加熱的速度很快 像我現在打開大概10秒鐘到15秒鐘的時間 你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溫度 然後再來是 Kavin最近不是有推出了 我的 水粉底的 升級版嗎 其實現在在日本 也很流行 水粉底 你看 這個也是水粉底的質地 一半化妝水 一半底妝的粉末 然後搖一搖 你搖 咔啦咔啦 搖一搖 它就變成水感的粉底 然後講到 水粉底 其實這個蜜粉也很特別 這個蜜粉呢 它是涼感蜜粉 來自Choco的這個涼感蜜粉 到了夏天 日本人還是很喜歡用這種冰冰涼涼的蜜粉 然後再來是 這個呢 其實它是雙眼皮膠水 那它有分成日用跟夜用 它是說 在晚上的時候 它會透過更好的黏力 透過更好的黏力 讓你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幫助雙眼皮重新 時間久了下來之後呢 你可能 之後你可能不用黏 它也自然會有那個皺蜜 然後再來是 這個 這個口紅 大推 它是來自 比利菲 那其實在台灣也有 也買得到 這支口紅 它的水潤度 超好 在嘴唇上面的這種 完妝之後的感受 非常的舒服 它會像護唇膏一樣 但是它會有口紅加純蜜的質地 然後再加上 我覺得包裝也很漂亮 這個很特別 這個 它是洗假睫毛專用的洗潔劑 很多人你會重複使用你的假睫毛 那每一次在清假睫毛的時候都很麻煩 這個呢 它有附一個 這個 碗 你把假睫毛放在裡面 然後把它 倒一點進去 就是蓋到你的這個 假睫毛根部膠的位置 它會慢慢的去把這個膠 溶解 你就大概靜置一下 然後它會把這個 假睫毛根部的膠溶解 溶解之後 你只要把它拿起來 用清水這樣 你稍微洗一下 那個膠它會自動的 就脫落 你就會變成有一副 新的假睫毛的感覺 這個是 洗假睫毛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東京型的日本藥妝店跟美妝 期待我們接下來還有更多可愛小物跟大家分享